舞台交给吴翔联盟 吴队长 希望大家现在呢 可以安静下来 然后用心去感受到 他们要表演的东西 跳舞有时候大家就觉得是 开心的快乐喜乐 但相反他们还是会碰到痛苦 跟挑战 那在这个挑战的时候 是需要朋友在旁边陪伴着他们 给他们打气 加油 我们这一次作品 其实要表达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友谊 在这个舞蹈里面 我要去做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 需要站很高 然后这样倒下来 还要再接一个往后翻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们这支舞所有动作里面 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动作 一路都藏联的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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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难 难是难在站在别人肩膀上的 那个时候 其实脚一滑会很危险 我那时候的确会为他们 有点小紧张 因为跳啊转啊那些动作 这些都是要靠默契 跟精准的时刻 来吧 我们下 从前重拾这世界 很怕流烈 反过岁月不断残裂 从不及分装流离的笑颜 我仍敢参与世界之道 要沉醉于开始情话 无论真假不错挣扎 无畏笑话 我终将青春花给了他 连同指尖踏出的诗下 心知所痛就随风俱拉 你爱知你你还愿意吗 你爱知事 你爱知事 好 好 谢谢《无侠联盟》 现在让我们请回 修楼梯战队的叶音《梅子仙人》 两个作品表演完毕 有请现场投票的101位观众 如果支持修楼梯战队 就请选择你们手中的紫色毛巾 如果支持《无侠联盟》的话 请选择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 3 2 1 请投票 好 上台击票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两位观战的队长 对刚才两队的表现怎么评价 来 千玺哥 左边这个就是关于梦想 然后看的时候会觉得 始终有一股这种 向上的这种正能量 这种积极的劲 然后这边其实有很多 身体上面比较高难度的技巧 身体上面比较高难度的技巧 谢谢 来 更队 我不知道 LIP刚才有一个动作 从躺下来的那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点点失误 对 我当时上去的时候脚一下软了 所以方向就没有对 但是我没有担心剑眼接不住我 我 脑海里的第一想法就是完了 我跳错了 确实在那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 你们在中间的非常有信任感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很 很谢谢你们三位男生 能保护我的一个女生 对 很棒的 其实 其实刚刚那个 倒下来的那个动作 如果不是撩撩跟剑眼 我觉得我做不到 所以我很相信他们三个 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虽然有一点点小失误 但还是很快就直接继续跳下去 然后把这个舞蹈完全跳完 我就觉得很棒 我觉得看到你们成长那么多 我是非常感动 听你们四个真的超骄傲跟感动 很棒 好 谢谢吴队长 罗队 在泄露梯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巧 第一组跟第二组 都是我的人 然后昨天那个叶师傅被狗咬 蛤 被狗咬 对啊 他就是那个照顾那个流浪狗 在马路边嘛 就是三就是把狗要抱走 然后那个叶英就跑去摸摸他 然后三就跟他讲说 不要摸他可能会咬你 然后叶英说不会 他不会咬我 他咬了 就流血了 这狗是三养的吧 我觉得这是 不是 你 小路边小野狗 肥子去摸人家 我的天 摸他干啥 我把狗咬上 一银啊 什么时候长大一点 我的天 首先 大家从我们的服装上面 就应该能看出我们是 几个不同的职业 但我们真的 就是每一个人 真的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画画 对 小时候就开始画画 后来接触了舞蹈之后 也是在两个之间有去做抉择 那叶老师原来真的就在地铁里画画吗 我真的也在地铁上画过画 我最后就是选择就是都不放弃 所以叶 叶什么叶 好 两支作品的票数 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票数是 63比38 让我们恭喜 虽然有一点点想失 但是几乎都是很完美的 很难说 真的很难说谁会赢谁会输 我那个心情是很紧张 你不觉得我今天是特别的安静 是真的担心我自己会不会 我的天哪不会这么巧吧 第一分没拿到 后面这一分如果今天叶英他们这一组 如果输得我 我的天哪 让我们恭喜 修罗皮战队 罗志强队长 你的战队将获得三个 晋级半决赛的名额 小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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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洋 谢谢 色楼梯 谢谢 吴霞联盟 谢谢 吴霞联盟 我给了色楼梯 叶英 因为叶英他的个人特色太鲜明了 而且叶英他本身他就是色标志 他就是标志 他站在台上 他就是发光的点 我是投给了叶英他们 叶英本来就自己风格 特别强烈 特别活泼的那一种 然后他这次带着这个组 整个都给人一种 特别生动的感觉